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王佑正 桃园市长郑文灿率领市府团 进行美西政经之旅 在6号抵达南加州之后 分别到了安达瑞机场 呈现洛杉矶市政府 以及洛杉矶县政府拜会 跟多位地方领袖会面 那么7号晚间这一行人 还在洛杉矶出席联合晚宴 郑市长也发表台美未来发展的 关键议题场面盛大 作无虚席 大家也都期待双方在未来 会有更多交流 桃园市长郑文灿率领市政府团 进行2017桃园市政府 美西政经之旅 于7月7号晚上 在加州洛杉矶出席全球欢迎晚宴 并且发表影响台湾未来的 关键议题专题演讲 数十位美国民选官员 也到场欢迎郑市长 场面盛大 人气满载 来宾举杯同贺台美友谊长存 这一次到美西访问 主要有拜访了一些主要的企业 像波音公司 微软 像Costco 接着在西谷还会拜访Zisco 拜访HP等等 希望能够促进台美之间的产业交流 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也在不同的城市 拜访了市长 议员 地方的领袖 希望能够促进城市的交流 也跟很多桥界的社团 报告台湾的最近发展的情况 能够让他们对台湾多一点了解 那也借着此情感谢美方的朋友 对台湾坚定的支持 能够让台湾能够在自由民主 以及经贸发展上获得长足的进步 从桃园国际机场飞北美 那么主要都是把洛杉矶当作是gateway 那么因此这是一条繁忙的航线 那我们希望能够促进更多的航班 更多的交流 那不管是在航客 或者是在航空货物方面 都能够扩大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 我们台湾访问团能够到美国来 来做交流 来做经济的合作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尽的责任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很多民选官员 由联邦 州跟每一个市的市长 我们来欢迎这个桃园市的 这个经贸访问团 郑文灿市长透过这次的参访 主要是想要发展机场经济学 增加台湾的经贸能力 让机场带动城市的发展 洛杉矶与很多国际城市 在经济和观光方面都有合作 而台湾主要的两家航空公司 都位于桃园 在洛杉矶也有设立分公司 两座城市之间的航线 是最频繁的空中通路 郑文灿希望 未来可以深化交流 建立加州与台湾之间的密切关系 为双方带来更大的经济福利 中天频道采访报导